傅东菊劝说附近投诚 傅作义询问 你上级是毛泽东还是聂荣珍 1924年12月傅东菊出生了 他的父亲就是傅作义 由于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 所以傅东菊在出生之后 生活上过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从小他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所以当时不少人觉得这样的大小姐 可能之后都会成为被人供养的花瓶 然而傅东菊却成为了地下党 超出很多人的想象 傅东菊能成为地下党 主要同他小时候的经历有关 抗日斯亚战争爆发之后 傅东菊正在读中学 而他则看到了列强对中国的入侵 并且生灵涂炭的国家 让傅东菊有了革命的想法 特别是在面对这些入侵者 傅东菊想要将他们都赶出自己的国家 再加上傅作义本来就是一位抗日名将 他一心畏国 也影响着傅东菊 当时傅东菊与母亲去重庆居住 虽然日子过得不怎么富裕 可是傅东菊却并不是那种娇生惯养的小姐 反而思想很是进步 随着傅东菊的不断成长 他也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变换 接触到了不少的革命组织 于是在之后的学生运动中 他直接成为了骨干成员 后来还加入了号角社 而这是我党创建的社团 不过这个时候的傅作义正忙着打仗 根本没有时间去发现女儿 在生活中有什么样的变换 1942年傅东菊进入西南的联大学习 也开始了自己的地下工作 而那个时候他的上级领导就是周总理 1945年傅东菊是报社的编辑 并且还是共产党员 解放战争爆发之后 傅东菊就想的尤为重要了 因为其傅界是傅作义 在国民党内职务挺高 这也给傅东菊的工作带来不少便利 当时我党的一些成员 由于身份问题没有办法开展工作 而上级领导就想到了傅东菊 希望他能够出手相助 而后傅东菊就从傅作义那里 顺走了不少的身份凭证 就这样同志们的身份问题 也就得到了解决 不过这对于傅东菊来说也都是小事 真的让他轻视流明的是 促使北平和平解放 当时驻守北平的就是傅作义 而北平是一座古城 历史悠久 有很多珍贵的建筑物 如果这些建筑物也为战争而遭到损坏 那对中国人民来说将会是最大的损失 正是考虑到这一点 毛主席才下令让部队将北平围困 并不发起进攻 而是想要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 让傅作义起义 然而这个谈判并不顺利 也为傅作义对蒋介石很是顾忌 他怕自己起义之后会遭到蒋介石的报复 因此他不愿意与我党有太多的接触 这就使得谈判陷入困境 不过傅作义也不是真的忠心于蒋介石 他也有自己的想法 而他的松动也让我党看到了希望 傅作义自己也清楚 蒋介石并没有多信任他 而且他也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 根本就不受重视 所以傅作义觉得还是要给自己留条后路 很明显与共产党谈判就是最好的后路 不过傅作义的算盘也打得啪啪响 他在与共产党谈判的时候 提出自己要在北平驻军 而且他的这个想法也向身边的人透露过 这也都是做给我党看的 毛主席自然是清楚傅作义的想法 想要让傅作义真心与我党谈判 就需要先将其打服了 而后傅作义在张家口的部队被我军歼灭 原本傅作义还打算拖下去 如今看来他也不能拖了 再加上傅东局在傅作义身边老是说共产党的好 还有一些政策 甚至将解放军在东北取得的战绩都告诉了傅作义 这让傅作义很是惊讶 同时他也察觉到自己女儿的身份不简单 知道他就是共产党 然后就质问女儿 他的上级是周恩来还是聂荣真 不过傅东局直接回答父亲不知道 因为他也不愿意透露 毕竟地下党都需要保守秘密的 好在之后傅作义起义了 傅东局的身体他也就知道了 好了 本期是